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呛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咱们的这个全国两会期间呢 各位代表和委员是积极的向国家借严献策 虽然说不一定都被采纳吧 但是很多的建议呢 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老百姓的呼声 近期啊 这个全国政协委员周小平 涉及台湾问题的一则提案是引发了两岸舆论的强烈反响 周小平的提案呢 主要有这么几部分内容啊 首先呢 就是他建议把那些台独分子拉出一个清单 对他们的分裂活动加以限制和制裁 同时呢 必须令这些人认识自己的错误言行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公开的认罪和悔过 针对那些对抗到底 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如果最终不得不决定武统的话 那么战时可以将顽固的台独分子直接击毙 不得不说 这条建议确实比较的硬核 但是呢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任何势力想要从中作梗 都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必要的时候采取果断措施 那也未尝不可 其次呢 对于这个台独势力当中的头面人物 我们也不能心怀仁慈 你像这个蔡英文 苏贞昌这样的人 坚决不给招服他们的机会 这些人作为台独的典型代表 无论他们的言论还是行动 其实都早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自身的想法和立场 多说无意 就算要给机会 那也是给那些受到蒙蔽和蛊惑的人 那首恶元凶必须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制裁 不然的话 不足以平息两岸 支持统一 反对台独的民众的公愤嘛 此外呢 这个周小平还建议要断绝台独分子的资金链 台独要煽动各种分裂活动 那是离不开资金支持的嘛 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从大陆流露的 一些个人或者是企业呢 在大陆经商赚钱之后 转而用于这个支持岛内的台独活动 适可忍 孰不可忍 断黑钱行动是可以说刻不容缓的 除了以上的三点呢 这个提案最后一项内容啊 不再针对台独分子了 而是为台湾的民众谋福祉 据了解呢 由于这个蔡英文领导下的台湾当局不作为 如今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台湾民众连日常生活需要的鸡蛋 都得不到充足的供应 因此呢 我们有必要将台湾统一之后 当地民众生活的美好前景 提前告知他们 各种惠民政策也应该公布出来 这样岛内的老百姓呢 会多一点希望 对于台湾回归祖国 那也是多一分的拥护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 周小平这份提案的内容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既有对台独分子的震慑 也有对台湾民众的关怀 但是呢 对于台湾有些人来说 这份提案呢 就让他们感到很难受了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理事长王坤毅就表示说 周小平的言行触犯了台湾所谓的刑法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说实话 这真的是华天下之大忌 周小平作为中国公民 还是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呢 可以说是他的自由 更是他的权利 弹劾承担法律责任 王坤毅 这个说周小平触犯了台湾的刑法 那么以蔡英文为首的台独分子 触犯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 他怎么又只字不提呢 这不是典型的一种双标行为吗 而且呢 台湾地区的法律啊 在这个大陆是没有效力的 这是个起码的常识 这也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台独分子开始慌了 要害怕这个大陆真的按照周小平建议的那样 采取行动 那他们就真的是走到末路了 周小平的提案到底能不能最终得以实施 那自然是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决定了 但是两岸支持统一的民众应该都是同意的 这样的一份提案在两会期间能够被提交上去 这本身就是民意的体现 无论如何这份提案呢 至少对台独分子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进一步瓦解了他们的心理防线 也能够团结新系祖国 支持统一的台湾民众 这些对于我们将来真正的这个统一行动 那绝对都是非常有利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才会